公開劉鑑業業將會在十月初一開始提供助詐 南大館長林雲晨就特別向國內地名的省目科技公司 來目出900期的劉鑑業業業 要提供給九州合部的登記照顧合部官 以及19月至49月給休息後的民眾免費來助詐 今天在廣区就辦理關鍵議席 也感謝青山對南大館無數的風景 因為有你,南投會更幸福,謝謝 國內地名的省目科技公司 今天準備到900期的劉鑑疫苗 關鍵給南大館政府 主要是提供給官來 到家裡的合部的登記照顧合部官 以及19月至49月給休息後的民眾 南大館長林雲晨也特別準備感謝 以及官長在比賽的地上地送給業者 替官民來審託下 有這個需求,在我們公司能力首級的話 我們盡量做 我剛才提到,我們現在在衛福部的招標之下 我們是用比較低價位去爭取到 大概一半,工會也一秒的一半 我們國官科技這麼有的愛心 所以讓這些低收入戶的 還有這個居家照顧的這些工作人員 因為他們第一線接觸的就是這些病犯 所以如果他們不打疫苗的話 也是非常危險的 所以這些人我們就列為第一優先 像低收入戶的拿身份證到衛生所 這個我們都有,名單送到衛生所 前南大館大館有四百多位 到家裡提供照顧服部的人員 因為他們必須起到不一樣的站在裡面 提點部的服務 那才是帶他們到便宜看門禁 是感染到流感的高風險作軍 而且也真有可能 因為流感的代管者 他過這部業廟的主管 讓官家庭照顧者關懷協會一行中 也是官議員和美齡 希望這辛苦的服務員 都可以多多來運用 在去年的時候 美齡就有提案 就是說希望這個縣政府這邊 能夠編列預算 替我們這些居服員 做這個流感疫苗的免費施打 那由於這個南投縣政府 這邊財政是拮据的 可是這個衛生局這邊 他們還是沒有放棄 所以他們經過這個管道 就跟國光疫苗這邊來做接洽 那今年我們很開心 這個國光疫苗 它這邊又提供了900劑 港匯流感疫苗 將在10月1號開始提供注射 關乎今年 會採用13萬6千6百劑疫苗 官方人民前 歡迎富合主席民眾 到管內 國合約 便宜 金售 維新售 那才是社区相關懷黨黨黨中 來接受注射 記者 暫時 蔡報道